穿著巴西傳統服飾 跳上在地舞蹈 巴西的原住民用閃著火苗的劍 為原住民運動會拉開帷幕 從10月23日開始為期一個禮拜 除了巴西24個不同原住民族群之外 更有其他來自23個國家的原住民前來參加比賽 因此這個活動可不只是比一比運動而已 在這裡能夠看到全世界的原住民文化 我並不曉得有很多人在世界上 我還以為只有華人和華人 但是今天我可以發現 有外國人也有外國人 也有外國人 我們外國人是很重要的 展示我們的文化 墨西哥 哥倫比亞 加拿大跟秘魯等這些國家的原住民 也展現出他們自己的民族特色 讓這次的運動會畫上豐富多元的色彩 比賽項目包括了摔角 足球 拔河 還有射箭等10項比賽 令人注目了莫過於射箭這項比賽 17歲就代表巴西參加奧林匹亞射箭比賽的德阿爾梅達 在這次的比賽中換上傳統的弓跟劍 更深一步的了解劍術在傳統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 我一直很喜歡學習新的文化 我喜歡學習新的文化 我喜歡學習新的文化 我覺得很重要 我們有很多東西學習新的文化 在我的運動 也有很多時候 不只學習新的文化 所以我覺得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經驗 與職業者 與新的文化 原住民運動會其實在巴西已經行之有年 從1996年就開始了一系列運動會 而現在把傳統文化推向國際舞台 已然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